原标题,新西兰四岁女孩,两岁男孩,被残忍枪击。 一份惨痛名单,病人黯然立下3月16日,新西兰枪击案发生蒂布克莱斯特撤奇医院外科主任,格雷格罗伯逊表示。 该医院正在治疗在新西兰两座亲针次发生的恐怖袭击中受伤的39人。 他表示,受害者的大部分身体都受了伤,两名仅有两岁,四岁的幼童,也在伤者之中。 以下是院方发布的受害者的简报,48名患者入院,7名出院,4名病人在到达医院前死亡。 一名四岁女孩情况危急,她被转移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医院。 患者的年龄,从年轻到老年不等,11人在重症监护士。 两名男孩,两岁和13岁,情况稳定。 他继续说,所以我们将高度警惕,高度关注,高度公开,确保如果有人想要伤害我们,我们可以干预。 报道认为,这是一起似乎是位社交媒体时代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。 克莱斯特撤其两座金针寺发生的残忍枪击事件,造成50人死亡。 该事件在一个臭名昭著的极端主义互联网留言板上进行了预告,然后在脸书上进行了视频直播。 凶板在网上发布了一份87页的宣言,其中充满了反移民、反穆斯林的思想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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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